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鸟落的红灵起来 帝君挡在他们二人生前 诸事等我们出去再说 东华斩断了红灵 回身对两人说道 此刻他更不能有失 眼前的两人都是他要护一辈子的 娘亲 父君 今日便让我们一起将这浊西荡平 环四海八荒一个太平 白泽说着举起了自己的配件 凤九是第一次见白泽亮出兵器 在阿兰惹之梦中 也曾见过白泽拿剑和帝君一战 但当时距离太远未曾发现 白泽用的其实是他自己铸造的核须剑 心下更新了白泽便是滚滚 但是他的滚滚突然变得这么大 想必是穿越了时空吧 毕竟有着丰富化本子的知识储备样 凤九还是一下子想出了可能 这浊西原本只能用一种先例化解 若有旁的先例相扰 反而会生出祸事 白泽依旧用这老法子 赤金的血液仿佛不要钱似的留着 白泽怒吼着 直经使出了自己的权力 东华骑士上次就发现了 其实他的赤金血并没有进化浊西的能力 但是白泽的却可以 那么这一切应该是和凤九有关 但他如何舍得凤九流血 其实白泽这般洒血 他也是反对的 不然也不会将他锁在碧海苍林 但现在说这些已是无益 只有先灭了渺落 再想办法将他们二人送出结界 毕时 九天之上星辰陨落 此番一向白浅在昆仑旭自识之小 怎么会比之前说的时间提前了 白浅皱着眉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不要分心 莫渊自从白浅告诉他浊西爆发的事 思索两九便决定制造一个可以承载浊西的法器 最初是白浅和墨渊轮流之气 叶华发现白浅频繁进出昆仑虚 自是生了一心 最后自然也一起加入了之气的行列 此时三人都在等着法器降生 但此等法器出世 便会引起天地一向 凶险万分 万不可出错 而星光洁界那里 此时东华和淼落对抗之时 凤九和白泽抓住了机会 一前一后的将剑插进了淼落的体内 剑身上都是白泽抹的血 此时血进入淼落的体内 竟让淼落的身体开始冒出烟 没想到他淼落猖狂几十万年 竟会在两个小娃娃手上 淼落仰天狂吼着 用尽最后的力量一掌打在了凤九的身上 凤九只觉得自己如同一只折一的雏鸟 飘然而下 娘亲 白泽泽被淼落的弃责 正往另一个方向 淼落这次彻底消散了 而那三头巨蟒重新化为无意识的浊西 四处攻击着结界 凤九落入了东华的怀抱 他顺势搂住了东华 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 为何白泽会回来 为何一直劝他和别的人在一道 为何他似乎永远望着他 仿佛有很多话又欲言又止 他又骗他了 想起去前滚滚的控诉 凤九的内心有点何尝不是心疼 还有帝君都没有见过滚滚 你为什么要来 东华的手轻抚着凤九而间的发 是不是读书的时候不用功 不知道这个结界多危险 现在我要怎么把你们送出去 星光结界是用来求困邪物的 至于结界之中 除非杀掉设置结界之人 否则谁也走不出 而设界之人想要脱困 唯有将所困之物一概灭掉 白泽从地上爬着 缓缓地像这两个抱在一起的人挪着 三人的身上的伤势都格外严重 凤九的伤势似乎坚持不了多久了 父君 娘亲 凤九和东华望向一边的白泽 只是此刻的凤九已经说不出多少话来 东华试了最后一点先例 将白泽移了过来 此时秋水独以布满他全身 没想到到最后竟是他们一家三口 同时湮灭在此 我从没想过 我的出现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明明最初只是想要护他一人罢了 只是在知道东华所做的一切后 他实在不忍 他们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更没想到凤九竟然能进这结界 他自然是跟着凤九进了来 细想一下 若是他不曾出现 今天的一切都会改写 终究是我做了那么多的无用功 白泽的手盖在了东华的手上 东华的只觉得自己体内的秋水毒 正被白泽吸收过去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不要拦我 父君 我恨了你三万年 你就让我最后为你做一件事 东华也不知要说什么 只是此刻一家三口在此团聚 他本是没有家的 也许也是上苍对他最后的怜悯 东华卯掉了怀中凤九眼角的泪水 凤九此时正剧烈的咳嗽着 白泽做的一切 东华做的一切 他很幸福 同时被两个男人尽心尽力的宠着 说我太没用了 尽救不了你们母子 没有了秋水毒的东华 修为修复的比之前快了很多 但没有顾上自己的伤势 便将先例输进白泽和凤九的体内 结界中的佛林花飘然这一下 也许终章便是这里了 白泽的皮肤上 秋水毒的毒痕显得很快 意识也开始模糊不清 东华握着凤九的手 贴上自己的唇 静静地等着最后的时刻 白浅 叶华和莫渊总算在最后的时刻赶到了 在星光结界破灭之前 所有人竭力破了星光结界 再用那法继承了这漫天的灼溪 这才免了一场天地浩劫 东华的嘴角含笑松了一口气 望着怀中的凤九 凤九只是伤势太重 昏迷了过去 不过他能护住他的 他抬头看向一旁躺着的白泽 此时白泽看着许久未见的阳光 望向东华 他感觉这阳光都能透过他的身体了 是的 他的身体正在逐渐透明 东华刚松下的星再一次被提起 傅君 看来我快消失了 白泽笑了 眼眶确实含泪 这个局面他想过无数次 但现在这个结局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很好 没事 这一刻我早就知道的 我从未想过这么好的结局 这一次 傅君你一定能护住娘亲 护着我的 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白泽彻底的消失了 还带走了所有人的记忆 所有对他的记忆 仿佛他从未出现过 但是没有出现过的他 又如何造成这一番局面 正如东华的秋水毒 若是白泽不曾出现过 为何他的秋水毒会不见 白泽曾经来过这世上 线下确实只有东华记得 东华叹了一口气 他的脸色还是苍白的 坐在床榻边 给凤九喂着药 凤九的伤很重 只怕要再睡上一段时间 看着凤九的睡颜 心下依旧有几分痛楚 想起了白泽 他算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此时 一个满头银发的小孩子 迈着小短腿 蹬蹬蹬地跑到了床前 张望着凤九 东华故意用手挡着他的视线 你 谁 东华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是白滚滚 白滚滚打量着 这个长得很好看的叔叔 白滚滚 谁 东华的脑子已经当机 不是白泽吗 白滚滚慕明地指了指 床上的凤九 我是九九的儿子 你又是谁 东华手中的药丸打翻了 想起白泽曾经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还有白泽当初消失的画面 将白滚滚拉了过来 揉了揉头 滚滚 我是你的父君 父君是什么 白滚滚挠着头 一脸地困惑 东华将白滚滚抱在了腿上 父君 就是 爹爹 我是你的爹爹 你就是我爹爹啊 那你之前怎么不来见我们 嗯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